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敦促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 消除貿易壁壘並採取措施改善人權 希拉里克林頓星期四在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參加 亞太領導人峰會時發表上述講話 希拉里克林頓在其涉及廣泛內容的講話中說 作出這些改變將會為中國和所有地區的穩定和發展 提供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 他說美國公司希望有公平的機會出口到中國市場 並且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另外希拉里克林頓還說 中國公司希望能夠從美國購買更多高科技產品 在美國進行更多的投資 並且根據市場經濟體制下同樣的市場准入條件